罗虎口岸通关时间 罗虎口岸开放时间为每天早晨6点30时开闸,晚上24时关闸,运行17点5小时。 罗虎口岸是连接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深圳市的口岸,位于深圳市东南部,是改革开放前深圳仅有的两个陆路口岸之一,连接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第一口岸,也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。 罗虎口岸连接大楼于1984年1月动工兴建,于1985年6月14日竣工建成。 2006年6月16日,罗虎口岸采用指纹进行身份识别技术。 2007年1月1日,开通旅客自助查验通道,成为中国内地首个启用旅客自助查验通道的口岸。 2018年启用人脸识别系统。 罗虎口岸是改革开放中的一个小关节点,它的发展完善。 促进了深圳和香港两地互通有无,共同前行。